好那么花莲5月25号再传一个确诊 那么确诊者虽然家是住在吉安乡 但是呢因为工作地点是在花莲市 那么市长魏嘉贤呢立即就指示了 清洁队的消毒班人员配合 花莲县政府的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市区多处地点执行了倾销工作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5号公布 花莲新增一名确诊个案 虽然这个个案是住吉安 不过工作地和足迹几乎都是在花莲市 花莲市公所接获通报之后 立即派出了4辆消毒车 12名人立即5名的督导干部 分别在花莲市的中正路、节约街、大同街、中华路等地方 透过背负室及车载室的消毒器材执行消毒工作 市长魏嘉贤协同了清洁队长吴庆展到现场视察 并提醒队员们执行公务时要注意个人安全 那今天有一些专案性的消毒 其实在公所端的部分 早上已经有奉花莲县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调度 来做相关的消毒 那现在接的是来做相关的预防性消毒 也希望让民众能够安心 安心一点 那接着真的要拜托所有民众口罩要戴紧 因为防疫真的不是别人的事情 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家人 那真的要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万分小心 进到公众场合一定要保持距离 没有事千万不要随便出门 那我们花莲市这边一定会全力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 消毒措施 也请大家共同来遵守防疫的一个原则 市长也呼吁民众重视防疫作为 他强调恐慌无际于防疫 唯有落实才可以避免被病毒感染 市长也指出 这几天都会接受疫情指挥中心调度 执行专案性的消毒工作 另外也会加强预防性的消毒排程 希望可以让民众安心 谢谢徐丽琴 华联时报道